大家好我是车机 不知不觉我已经做了YouTube三年半了 如无意外的话明年初频道应该就会到50万订阅 最近影片的点击率平均也有几十万 老实说看着这些数字 我到现在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想当初为了达到YouTube 1000订阅和4000观看小时的盈利门槛 我真的是绞尽脑汁 但无论我再怎么用心的做 上传的影片过了好几天都还是零观看 对着那冷清的留言区 我还曾经开过分身账号留言夸自己 哇 超级的影片真好看 好频道 订阅了 最终我用了半年才达到YouTube的门槛 当然因为我没用才花了那么长时间 如果你拍的题材够新鲜够创意的话 说不定几天时间就能到了 比如上这个叫Yui散步的频道 凭一支影片就吸引了几百万观看和十几万的订阅 根据频道的资讯栏介绍 Yui频道在今年的8月30号创建 内容主要是分享各种轻松散步的影片 而在11月4号 Yui就上传了一支名为第一次去黛黛木公园的结果的影片 以自拍的方式带观众游览位于东京涉谷区的黛黛木公园 影片里Yui全程没有说话只是靠字幕来描述 那为了广大不懂日语的声势 我不只翻译还给大家配音了 大家好我是Yui 我现在在去某个地方的路上 大家猜猜是哪里 答案就是黛黛木公园啦 这里有很多景点实在太开心了 大自然的对岸是一整排建筑物 真的是个特别的组合 嘿嘿 哦 我好像找到一个好地点了 嘿嘿 好像有点开始变冷了 嘿嘿 差不多该走了吧 好了 那这次的Yui散步就到这里啦 大家期待下支影片吧 就是这样一支四分多重的散步影片 上传一个星期就有22万观看 第二个星期突破200万 到现在影片已经有300万次观看 频道的订阅也破了10万 我做YouTube做了那么久 最高观看的那支影片也才270万 花了快两年时间才拿到10万订阅的奖牌 而Yui只是用几个星期就已经达成 你说我不羡慕嫉妒恨就是骗你的 带带幕公园我也知道 以前我住东京的时候也经常去 那是不是代表我学她那样 拿着相机去拍就会有那么高流量呢 当然不会啦 因为Yui不是普通散步那么简单 而是把枷锁解除掉的真空散步 加上当天Yui穿的又是四只带点透的白色衣服 搭配上邪恶的鞋背包和走路时所产生的震动 原本被封印住的东西变得若隐若现 互置欲出 这就是Yui所掌握的流浪密码了 抱歉的是因为YouTube政策的关系 我不能给大家看也不能形容的太仔细 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影片的留言来一探究竟 虽然我没去过带带幕公园 但看起来真的是个充满大自然气息 让人身心疏畅的好地方 太喜欢大自然的声音了 真的是百看不厌 不止日本的网友 世界各地的盛世也来朝圣了 原来看人散步可以那么好看 在平静的公园散步 看着如此良辰美景 把我的烦恼一扫而空 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的早爸课能提升醒脑 以转推给周周的同学朋友分享啦 同学 你确定看完后还有精神上课吗 其实留言区里还有很多韩国观众的留言 虽然我看不懂 但还好有Google小姐的帮忙 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园 公园又大又漂亮 谢谢日本韩国喜欢日本的YouTube 世界可以如此美好 我泪流满面 世界有没有因为Yui的影片 而变得更美好我就不知道啦 但有观众却因为她而奇迹康复 我是个爸爸 儿子因为生病长期昏迷 但生物给她播放Yui上的影片后 儿子竟然奇迹般的醒过来了 能够认识Yui上实在是太好了 连本来昏迷不醒的植物人 也忍不住要睁眼一看 大家都知道Yui的真空散步的魏力 有多可怕啦 之后Yui又上穿了两只 分别去吃拉面和灌水族馆的影片 虽然观看数远远比不上去戴戴木公园的那只 但以刚成立不久的频道来说 已经很不错啦 其实真空散步这个题材 并不是由寓意发明的 早在阿里阿一年的4月 日本讨论区就已经有讨论 关于这种散步系YouTuber的贴文 而在这更早之前 日本已经流行起各种真空题材 什么真空做料理 真空瑜伽早就被拍烂了 所以真空散步也只不过是另一个变种而已 现在大家只要在YouTube输入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大量像Yui这样的散步影片 除了去公园散步以外 各种景点比如东京铁塔 动物园和台长 就连普通的街道和楼下便利店都有 反正观众关注的不是街上的风景 而是封印底下的风景 只要人对 衣服对 再加上了鞋背包 去哪里散步根本不重要 不过话要说回来 这种散步影片 无一例外都没有插播广告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都被黄标啦 那既然被黄标没有广告分成 这些散步系YouTuber 又为什么要上传影片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类影片的介绍栏里 都会有他们的推特连结 打开推特之后 除了看到他们的一些照片以外 还会有另一个付费网站的连结 再点进去 就能看到一些 他们安慰自己的影片 当然想看的话 要付费才能解锁 所以说到底 YouTube只是用来引流的工具 他们根本不在乎YouTube的广告分成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在影片介绍栏里 贴付费网站的连结 反而要冒着流失部分观众的风险 先贴推特的呢 那是因为YouTube对外部连结 也有严格限制 不只色色的连结不能贴 就连付费影印网站的连结也不行 另外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了好几个特别的事情 一个名叫Pure Japan的频道 最近也有上传Yui的影片 这频道本来也是做散布影片的 不过它散的布不是Yui的那种 是镜头朝外拍摄街上路人的那种 而它最近上传的Yui的影片 不只是转转分享那么简单 在影片的资讯栏里 它还贴上了Yui本身的频道和推特的连结 感觉就是有易转贴帮Yui宣传的 其次我发现Yui原来并不只有Yui 散布这个频道 它至少还有另外八个频道 这些频道除了日语以外 还有以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频道 就连用来引流的推特 也有日音两语多个账号 明显就是有专业团队 在它背后帮忙管理的 而最决定的线索 就是Yui其中一个频道名称的这个后缀 如果在YouTube搜索这个后缀 就会出现好几个 用着相同后缀的相布系YouTuber 之后我再用Google搜索这个后缀 结果出现了一个完全同名的官方网站 里面可以看到刚才在YouTube出现过的 那一批散布系网红 包括我在前面介绍过的Yui 那毫无疑问 他们是在同一个集团底下活动的 我试过通过网站的申请表报名 说自己是一个娇小玲珑 刚毕业就失业 现在非常缺钱的女大学生 结果很快就收到线上面试的通知了 所以这个集团应该是先通过网上和其他手段 招募友谊靠派安慰自己的影片来赚钱的女生 成功加入后女生就负责拍摄 集团就在背后帮他们管理YouTube 推特和付费网站的账号 通过大量在YouTube上传 真空三部之类的影片引流 有凯子客进了就把赚到的钱按一定比例分成 形成了一条天衣无缝的产业链 至于谁是这个集团的创始人呢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我猜就是刚才提到过的 Pure Japan的频道主 因为他本来就是做着街派的 可能是因为觉得正常的街派不好做 赚不多 正想着要怎么转型的时候 突然某一天看到其他真空系列的影片 灵机一动觉得真空加三部说不定有搞头 没想到搞一搞却意外掀起了一股真空三部的热潮 大家对我这个推断又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我是沙姬 我们下次见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